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五仔 一節又講倫雪 倫雪最近跟周刊爆料 他覺得周星馳變了 不敢越走越近 但我們認為人當然會變 怎會一成不變 尤其是做演藝 倫雪是否唱衰周星馳 為何要講這些話 都是分享一下經驗 但看到另一個跟周星馳有密切聯繫的 就是莫文慧 反而是唱反調 她說我還想跟周星馳合作 林雪就說不要這樣 另外莫文慧以前好像是有沒有愛情 又說是朱欣又說什麼 大家知道我們看電影看得很入 八卦雜誌那些不可以當是真的 但莫文慧的鬼妹性格 就算再見也是朋友 一個就說不要這樣走 一個就說我想再合作 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謝謝五仔 大家好我是飛龍 近日我見到一個訪問 就是訪問林雪 當年有段時間 他跟周星馳和昇爺都很朋友 不過他說當年去到拍功夫的時候 發覺昇爺已經變了 跟他好像保持了一段距離 所以今天我就說一下林雪 如何看周星馳的變化 雖然很多人都說周星馳變了 但莫文慧最近有個訪問裡說 都希望可以再跟周星馳合作 似乎各個對昇爺的看法都未必一樣 正如昇爺的IG經常都很多藝術去找他 早前又見昇爺找了一些新女 就預備拍一套新電影《女竹》 原本叫少林女竹 後來扣了少林兩隻字 他找回來的兩個新女孩子都挺漂亮的 還真是女竹 一會也會說一下他們的背景 首先說林雪如何看周星馳 林雪本身跟很多明星都有合作 包括鄭世文、劉青雲、古天樂 不過林雪說很多時跟演員的關係只是合作 很少私底下有聚會談心事 很多時各有各忙 九六年時林雪跟星爺合作過食神 當年裡面有一句經典對白 林雪說 混合作為哪里牛丸都笨 這句說話就變成了經典 當年林雪一直稱呼周星馳做星仔 其實他一直叫昇爺做星仔是有淵源的 因為昇爺剛出來拍戲的時候 林雪是做劇部的 很多時他在拍戲的時候 出入都有公司車 林雪還說他記得昇仔第一天 當時他下班就問他 哥哥你有沒有車可以給我 昇爺問林雪有沒有車可以給他 當時昇爺想去九龍城開會 林雪叫他等等 林雪還跟昇爺說 導演車回來之後會再車去九龍城 然後林雪就出糧給一些散工 但是慘了 他其實就忘記了昇爺剛才找他要車那件事 然後昇爺又再問林雪 哥哥我有車還沒有 林雪回覆昇爺說 你不早點找我 現在都放了那些車走了 所以那時候林雪叫昇爺坐的士 給他一些的士收據 感覺到昇爺好像有些氣爆爆就走了 轉眼隔了幾年之後 他們兩人就在破壞之王裡又碰面見到 那次還有吳曼達、李力池和谷德超一起開會 林雪就進了房間 問他們想吃什麼 出去幫他買 誰知昇爺第一個反應就說 你不是對我等了整個中國人 那時候林雪就說不好意思 那之後呢 昇爺沒有記仇 大家還做了朋友 還有時候一起出去玩 那麽林雪說 有一段時間 昇爺真的跟他很縮落 還在昇爺家裡 找林雪過去幫忙 直接昇爺去到拍功夫之後 林雪就覺得他有點不同了 好像跟他保持了一個距離 那麽林雪說 有可能當年他還在做場務的時候 就對昇爺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就玩得了 那麽林雪就做了演員 他就覺得 周山呢 很陌生 不是以前跟他玩過周星馳 他好像覺得跟他走遠了很多 那麽林雪也說 他也不妨礙人家做任何事情 那麽林雪說 再慢慢看回整件事 他就覺得周星馳也做得對的 因為他對工作要有一個態度 如果不是也沒有今天他的成就 但是我 旁觀一點點這樣看 就是昇爺以前跟林雪還玩得了 除了林雪當年是劇舞之外 那昇爺也只不過是主力做演員 但後來去到拍功夫不同 周星馳已經是一名導演 那導演是要在片場上 要有些導演格的 如果不是整排人要怎樣管呢 那當然這個是我 旁觀者這樣看而已 那麽可能周星馳真是變了都不出奇 還有不同周星馳的階段 都會跟不同人有不同的事情 正如當年拍攝少林足球的時候 我都有上過昇爺公司 上到他的時候我都說 我以前小朋友的時候都認識昇爺 不過當時你們遲導演就這樣跟我說 以現在周星馳的性格 就應該認識你 她都不會 說認識你的 那當然是 我那些絲毫 她那時候已經跪為明星 有時候你不要說外面人 即是現在我生了一個女兒 我都感受得到 我女兒在不同年齡階段 雖然現在只有四歲 但每一年她都有轉變 她對父母的態度都有一定的轉變 有些朋友經常跟我說 因為那些女兒已經十幾二十歲 經常跟我說 你要珍惜這段日子 因為現在是你女兒最癡的 大一點去到五六年級 已經未必再癡的 即是有時候就算 子女對父母的態度都有變化 何況這個娛樂圈 這麼複雜的娛樂圈 即是我以前跟很多KR人合作 有些還是我教出來的 作詞的徒弟 但是現在有可能我發個訊息給他們 他也不會回覆我的 反過來 剛剛有套電影上映 叫做《填詞L》 導演王伊林 他也是我作詞的學生 我早前還找了他做訪問 他還很樂意地跟我訪問 還有說回 當年真的有跟過我寫歌詞 我還看到他裏面一些訪問稿 他也有提過我 所以我想說有時候有些人成功 也有他的道理 就好像王伊林導演 其實他沒有什麼需要提我 他現在已經是電影導演 他的訪問也有提一下我 其實他那套電影 我也有客串一兩個鏡頭 不過真的走過 不知道大家也看到嗎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填詞L》 因為我覺得這套電影拍得不錯 雖然題材比較冷滿 但也挺有娛樂性 我繼續說回昇爺 我見網民有些都很體諒昇爺 因為他說很多時候 那些人 在朋友 各有各都忙 但在心中都會想起自己朋友 何況昇爺現在是導演 有可能在片場裏面 都要有互相尊重的一面 當然有些人也會覺得 昇爺 他也是很現實的 財富改變了的時候 自然 對很多人的態度也會改變 另外有些人說 以前昇仔 只是演好自己的角色 就可以收工 最多回到家 就繼續研究 如何儲貌的角色 現在昇爺就不同了 要多方面思考 這些員工的薪金 如何賺錢 投資方面如何賺錢 票房和聲譽 如何繼續保持下去 有各種的壓力 確實這樣會令一個人完全改變 剛才說了周星馳 林雪這樣看 莫文慧又有另一個看法 在3月7日 莫文慧出席了 尤麻地一個 由可可樂搞的 食神常罪之味館 開幕活動 大家都知道 食神那套電影是1996年 剛才也有提過 說到林雪那時候 轉眼間也有28年 很無信的觀眾之中 對這套電影仍然覺得是經典 尤其是當中 火雞姐這個角色 非常入目 訪問莫文慧那時候 他也說 食神已經是28年前 但是印象還是很深刻 太過經典 原來在這個活動裡面 是整理一些 食神裡面的現場場景 還有爆漿 辣尿牛丸 有些字眼在這個場景裡面 莫文慧也說 記得當時這些場口 尤其是拍 趕數那一場 真的拍得很開心 至於問到他 想不想再跟星爺合作呢 莫文慧就說 沒有啊 看看他什麼時候 有需要就叫我 當然啦 跟他合作過幾套電影 都很深刻回憶 問到莫文慧 當時食神裡面 對哪一個對白最深刻呢 莫文慧就說 混在一起做 辣尿牛丸都扮 他說這一句是最棒的 但其實這個對白 就不是出自於莫文慧說的 反而剛才林雪有份說的 又問到莫文慧有沒有炮製過 暗燃燒人飯呢 莫文慧說 過去也有些餐廳 真的有暗燃燒人飯這件事 而且酒店竟然有提供的 當然啦 莫文慧他們也有研發出來的 說真的好吃 至於當年跟星爺合作拍戲 最難忘的回憶是什麼呢 他說最難忘的就是 同時間拍三部電影 當年他還在忙著錄音 莫文慧說 因為記得拍食神的時候 那一晚就要拍 撕爛了那支棋仔 他還要喊了整晚 拍到天亮 那也很厲害 喊了整晚拍到天亮 然後還要去錄音 還有沒有聲音 話說回來 早前一些內地的綜藝節目 都有呈現火雞姐這個角色 所以記者就問莫文慧 如果有些類似的相關工作 還會去做呢 但莫文慧就這樣說 經典的事情就不可以重複 做一次就夠了 就不可以那麼貪心 說實話 去年傅嘉莉在TVB劇集裡面 香港人在北京都有火雞姐的造型登場 那莫文慧原來也有看過 好像有看過報道 有看過報道 不是有看TVB劇劇 那莫文慧說 其實食神在這麼多年來 都有人模仿過 太正了 說實話 在我印象中 莫文慧就跟星爺 好像拍過三部電影 西遊記 回魂夜 和食神 另外還有嚇串過 少林足球也幕 好像叫肉面雙飛龍 所以莫文慧跟星爺的合作都算不少了 那星爺還會不會找莫文慧合作呢 暫時還未知 不過星爺最近找了一些新女合作 因為星爺接下來就要拍他的女足 即是女志足球 其實早在去年六月尾的時候 他已經在IG公開說要招募 當然只要招募女演員 當時還開出五大條件 全球招募女演員 當時星爺說希望可以找不同的國籍 年輕貌美 身材標誌 天之聰明 和體能出眾的美女 和她一起共到南亡時光 人數不拘 星爺還說無巨人山人海 只怕你不夠風彩 哇 還騙了 很厲害 整班女生如果招募著星爺 星爺當然沒什麼所謂 其實早前已經有很多藝術去 發片去interview 我還記得蔡絲貝 早前阿星爺 還去了台灣舉行記者招待會 宣佈在中港台進行海選活動 找女演員 說真的 阿星爺這樣找女角色也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拍喜劇之王的時候 他已經是這樣找 拍少林足球找女角的時候 還上到電視做宣傳 多時好像是找友善和她合作一起 在一起 搞找女角的宣傳活動 所以向來阿星爺 近二十多年 他的電視還沒上映 只是找角色的時候 那個宣傳期已經很長 這次阿星爺暫時找了兩名美女 但如果說一些年齡 和她之前找的女角 就沒有那麼年輕 因為以前去找的 只是十幾歲 最大都是二十初 這次找了兩名女角 就是過三十 咦? 莫非阿星爺現在喜歡的成熟味? 他們一位就是退役的前國足 趙麗娜 之前就是在女之足球做門匠 很高的門匠 有180cm 另一名就是33歲現役的國足 李佳月 他們早前還專程來香港 和昇爺會面 還拍了一些鬼馬的合照 放了在IG 聽說他們無論是球技 笑容 身高 和穿搭 昇爺都說是一絕 昇爺的IG還說 小弟正在囚組一枝美貌 與球藝 兼備的女足隊伍 如兩位加盟後防肯定 顧藥金湯 觀眾也看得 心花露房 兩全其美 現在昇爺的IG字 這麼咬文雀字 現在昇爺很好文采 說一說一說一百百cm 趙麗娜 她本身就是前女足的門匠 曾經代表國家隊出戰的奧運和亞運 除了防守能力高超之外 就被人稱為最美門將 還有翻版王祖賢的稱號 據知她除了喜歡踢球之外 還喜歡搖滾音樂 是樂隊的鼓手 全能 還試過在跨年的晚會和田鎮 合唱一曲 風雨彩虹 亨槍玫瑰 退役之後 亦被內地的綜藝節目 乘風2023邀請 還有推出單曲 即是其實她現在 退役之後 都變成了半外藝人 另外 現役後衛 李嘉月 身高是170 屬於中國國族的老將 都有賭 號稱 女足高圓圓 本身不少球未的愛戴 似乎星爺這次 很認真 其實這些情況 類似當年拍功夫的時候 也有找些真是打得的人過來演 所以也有很多人很期待 星爺這套電影 歡迎大家留言 說一說你又怎麼看 現在的周星馳 好了 今天娛樂新聞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